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琪琪 你干嘛去了 凌羽都已经进去了 可臣 你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变过 你说什么呢 快点吧 我都急死了 我跟你说了 老大脸色有点臭 面试的请来这边 老大 怎么了 说 我和您都等姜琪琪多久了 也不知道她大小姐 到底是贵人是盲 还是根本没把您说过的话 放在心上 琪琪 来 就等你了 快坐 好 好了 现在人齐了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年底公司将会有一项 关于我的人事调动 我将会出任集团总经理 恭喜老大生人总经理 言之上早 还不一定呢 一定会的 这样 我要是出任了总经理 这个位置 就要从你们两个当中选一个 你们各自努力 不要让我失望啊 老大放心 好 散会 你说咱俩也算是有缘分啊 在学校就是竞争对手 现在又是竞争对手 与次升职罢了 没什么可竞争的 江七七 你的意思是 我连做你对手的资格 都没有吗 你这么说 倒是显得我狭隘了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你不想要总监的位置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想要什么你抢什么 怎么 今天又演的哪一出啊 你不累啊 是挺累的 不过我是替你累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抢你的东西 走了 你 看来跟以前的工作内容都一样 你能不能重新 我 就 我 我不能重新 这 之后 你 好 是 有 你 突然不認識你了 這才過幾天 想法變得這麼快 這還是我們家七七嘛 行啦 新人呢 嫁進來吧 過來吧 認識一下我們的組長 星辰 這就是我們的組長江七七 七七 我知道 這就是顧星辰 七七組長你好 我叫顧星辰 對 七七 你沒事吧 是不是咋也不舒服 沒事 我還有點事要去處理 七七 這就是你的公位了 以後有什麼需要你再來找我 你好啊 大家好 我是顧京晨 方董願意把兒子放到我們公司 但是這是我的信任 公司有我 你就放心了 老大 我有事找您 走吧 你沒看見我正在送方董嗎 什麼事啊 這麼激動 對不起老大 我只是想問問 為什麼您不經過我 又直接給我們組拆盡了一個新人 這事啊 怪我啊 確實沒跟你說 但這回不一樣 顧星辰是個好苗子 以後你就知道了 老大您是知道的 我不接受沒能力的廢物 在我的手底下混日子 我容不下這種人 如果您堅持要留下他 那乾脆我辭職就好了 江七七 怎麼動不動叫辭職 這麼沒大沒小的 我跟你說 人家顧星辰 可是國外頂級院校 設計專業畢業的 我看他以後不會比你差 再說了 人家顧星辰可是方董 介紹來公司的 別說你了 就連我都不能輕易把他開除 可是老大我 別說了 幹活去 明明我們已經沒有交集了 你慢點兒 到底是哪裡出了錯 不用你放開我 我說了不用你扶 你能不能輕點我是傷員 大姐 你這麼矯情一定沒男人啊 你還好意思說呢 如果不是你 我能穿現在這副德行嗎 我 我 幹嘛不接啊 怕女朋友誤會 我媽 喂 媽 我沒去 只不要出了點狀況 錯過面試時間了 她有什麼資格說愛我 媽 你也別跟我提她 她的公司我不會再去了 你該不會是因為送我來醫院 才沒去面試的吧 想什麼呢 那家公司本來也沒看上 我根本就沒想去 跟你沒關係 真的假的 大姐 你能安靜會兒嗎 我是不想虧欠別人 要是不想虧欠我的話 要是不想虧欠我的話 我不介意等你傷好了之後 請我吃飯 我才不要請你吃飯 手機 難道一切都是天意嗎 難道一切都是天意嗎 組長 不行 顧星辰 我絕不能再跟你有任何交集 絕不能 奇怪 我又哪裡做錯了 過來 拉我 李喜和儆 愛是什麼 怎能隨便說放棄 花掉铃 你眼泪落地 我依然在这里 默默守护你 情是什么 怎能交据悲于心 夜飘落 你然而离去 我只能在情意中 默默去温惜 我在回忆里 等着你的消息 命运如季节叹息 我用这一生 对你说声我爱你 我爱你 不要让这结局 散落在尘埃里 不放弃 在尽历的世界里 何惧风雨 你就是我的唯一 不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